以后买回来的草鱼不要只会红烧清炖了 教你一个酒店大厨的做法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见过 而且会更加的入味 首先我们把草鱼改刀成这个样子 放在一边备用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千三连求关注 接着准备一瓶多焦 用清水冲洗一下 可以降低咸度 控水捞出 放入一个大碗中 放入多一些的蒜末 适量的姜末去腥增腥 再来上一些小葱花 小米辣 适量的肉齿 一向滚烫的热油 激发出鲜味 调味只需加入少许的白糖 一勺鸡精 适量的白胡椒粉 少许蚝油 最后加入生抽 入个底味又增色 用您发财的小手搅拌均匀备用 我每天都会更新一道家常菜 点击关注和收藏 以免要用的时候找不到我 锅中油热 放入葱姜蒜子 开小火 敲出香味 放入海鲜菇 擀上处理好的草鱼 再来一块豆腐 稍微整理一瓶酱 再领上我们提前调好的剁椒酱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 最后在锅边领上一瓶老公喝不了的啤酒 盖上盖子 开小火 焖上十分钟 哇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做的剁椒草鱼鲜嫩入味 香啊过瘾 你剁椒鱼头还要好吃 最连这汤汁 还可以拌米饭 拌面条 简单一做 十五分钟就搞定 谁会这样做 你又多了一道拿手菜 过年的时候 快给家人露一手吧 我们下期见